我都有点震惊 我说我真的已经见过太多的事情 我还震惊 他过来以后是女方找我 女方是sponsor 他说我要担保我老公过来 移民 我说可以呀 我说这样吧 我跟我们小王律师帮你 他不行你都听我讲 这有点复杂 我说好 那我说我们一起来来做方案吧 第一 他的老公在这黑了25年 他们找过谈刑所有的律师 不能接 然后律师跟他说 这个老公一定要出去海外 去递申请 然后这个老公还有老婆在国内 还没离婚 所以一般我接的都是比较死杂 然后我说 我可以给你接 我只有两个 我可以给你 就两个答案 然后我们说后面要 我可以解决四个问题 我说第一 我肯定可以在境内地表 我说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是真爱 然后第二呢 你来选择 你要先离婚 还是先交移民 我说你选 我说我会建议什么 那肯定普通人都说 那我先离婚 我说离婚大概要三到四个月 澳洲的法庭 如果你要配偶欠 我说现在都要抢时间 而且政策可能会改变 因为sponsor英文不好 现在有个movement 是以后sponsor都需要英文 我说那你就可能 就真的是掉坑里了 我说这样吧 我们先做第一步 先给你递配偶欠 第二步给你罹患 他说我没有护照 我的护照20年都没有 我说第三个 我给你申请护照 然后呢 他20年打黑工 我说第四个 我给你拿工作许可 这四个够不够 那这25年在澳洲是怎么过的 我都不敢想象 我也不敢想象 这个人没有护照 没有户口 没有驾照 就活下来了 哇塞 那也是挺佩服的 我觉得一般人也做不到 我也很尊敬 这个人还活在 离得我很近 住得很近 那现在已经成功了 是吧 所有东西都 然后他就不断的搜索 他们不断的理论 我说这样吧 这是我 我说我做了三十年 你要吗 就要我做 你怀疑我 你出去 我直接想你出去 我说第一 我没有时间 我不是卖广告在这 我说我不缺五千块钱 我直接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案子 你到任何律所 他肯定宰你 我说我配偶钱 不管多难 我只收五千块 我还是 我就是这平地价 对吗 那你每一项 可能你不护照 我再让我住里 收一个小时 你怎么拿个工作许可 这是我自己觉得 很简单的事情 他二十年做不了 那我不是说 拿来我载人 我说我明码标价 我该按照时间收费 然后他就 OK 他说行吧 半信半疑走了 最后呢 就网络搜了很多消息 你看 他说你看这个网络 我必须不能在这地标 那个人说我没离婚 不能地标 我说如果网络 能够教你做律师 为什么律师要去读五年 还要实习 后来他就行 我说无所谓 你做不做有你 我经常做的 做的这样 我都不敢啰嗦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说我不能做的东西 我干嘛签单呢 你说是吧 It's not my story 我说我不能说 我肯定说对不起 你曾 那个条件还没有 我孵化 就当时可能 188A孵化 可能是我原创的 我说有些客人不够 但是条件 我慢慢储备呀 不能说不够 你就赶走人 我说不 能有机会的 我肯定给你养起来 养到你够为止 但是比方说 这种已经够了 可以交了 我都比他着急 我说你既然不交 明年你可能 申请费又贵了 对吗 然后第二个 真的有可能 被我需要英文 他原来已经公布了 只是他没有去落实 他已经公布要英文 去年11月就说 所有配偶欠 担保人就要英文 可要英文4.5 我觉得当时 担保人两分都没有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的 就是 就来了蛮长时间 就挺有意思 后来移民局 给他interview的时候 我还真的给他写单 我不应该给他写单 他太害怕 就太害怕 没有移民官说 我害怕 现在拿到了 他是第一 就是我们后面都拿到 他因为才交了两个月 就第一 我成功给他交上去了 第二 护照拿到了 第三 他是什么时候 中秋节 后来工作许可 中秋节那天拿到了 反正一步一步 对一步拿到以后 护照给他 中国护照给他申请 他说不可能 impossible 现在第一步发 第二 你黑那么久 他又走 我没给他拿到了 第三 拿了以后 他就 哇 特别开心 我说你赶快 去那个申请 申请ID 对吗 把ID拿过来 你有两份ID 你去开银行账号 所以他从真的是三无人员 到三无都有了 现在每一样都改变 特别开心 每次见了他 我都觉得我也眼泪汪汪 我觉得我很开心 就跟他做成 我真的很开心 那么难得 我都给他beathawk 我说我比他还开心 就当时他拿了工作许可 他觉得我真的 不用绝着脑袋 绝着屁股 跟人家说我在打黑工 每天都觉得 有可能被抓 非法打 我到移民约路中心 给遣返 然后最后离婚 也给他离城了 就在这个过程 因为他 二十年都没回去了 二十 就在他 来了二十五年 其中最后一次回去 二十年回去 没见过孩子 没见过老婆 哇塞 我感觉这个故事 我感觉 我一辈子可能都没听过 这样的故事 这就是在我们 真的是在姐姐这里 也是挺厉害 你在这方面呢 他 他真的 这种就是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朋友 因为他 他 他